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字之差 天冷之别 千万美元存款是假是真 当时全省的个人外汇存款折美以后才三百多万 三千万的万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各位好 现在去银行取钱很简单 您只要拿上存折或者是银行卡输入密码就行了 但是这对福州市港头镇的叶家几个兄弟姐妹来说可就不一样了 为了一笔存款 他们跟银行整整交涉了二十九年 花了几十万 后半生 他们也准备就这么跟银行耗上了 这笔存款有多少呢 说出来吓您一跳 三千万美元 不过叶家兄弟姐妹的手上 一没存折 二没存单 他们只是知道银行当中有这笔巨额存款 而且他们认为那应该是属于他们的 时间回到二十九年前的一九八七年 那时叶家兄弟姐妹大多还在福建农村生活 他们居住在离福州近六十公里远的港头镇杭夏玉堂村 这一年的二月 一个噩耗传到了叶家 我伯父的朋友跟我姐夫讲 是我伯父在印尼去世的 你知道吗 我们姐家们 太多难了 伯父死的太多难了 叶家兄妹回忆说 1933年 伯父年仅十二岁 就跟随了爷爷远离家乡去了印度尼西亚生活 因为当时在家里不太平嘛 经常发生土匪的 抢劫的什么了 我爷爷在家里 不放心 孩子在家里 准备全家南迁印尼 我曾祖母不肯让他们走的时候 没办法 只带了我伯父去 叶和胜说 爷爷和伯父到了印尼 改姓曾祖母的王姓 伯父取名王贤能 并在当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成年后 伯父开始了一番创业 大约4849左右 这个时段就开始比人家合影 开商店了 叶和胜说 伯父王贤能生意做得很顺利 经营规模也越来越大 叶和胜说 伯父王贤能不但生意做得大 而且人品也很好 在印尼当地华侨界也有着一定的声望 可是叶家兄妹没有想到 令他们家族骄傲的伯父王贤能 却在60多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唯一留给他们后代的 是存在福州一家银行里的一笔存款 我每一段人在为了打拼 是他的一些行情 叶家兄妹说 存在银行里的那笔巨款 是伯父王贤能生前存进去的 这就有点奇怪了 王贤能一直在国外居住 怎么会在中国的银行有这么大的一笔存款呢 您得知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外汇管制是非常严格的 三千万美元 这么大一笔钱 是怎么进到中国的呢 另外 关于这笔存款 叶家兄妹为什么说就应该由他们来继承呢 叶家兄妹说 上世纪中期 燕尼排华情绪浓烈 伯父王贤能年轻时没能娶妻生子 后来又顾及事业 因此一直是单身 自己什么时候死 他说还不知道 如果有结婚生子 会有年代那个妻儿子 妻子 叶家兄妹说 因为伯父没有成家 自己没有子女 所以对国内的亲人被夹关爱 总是想方设法接济国内的亲人 因为我们是我们的 他把我们都是当自己的亲爱 包括我结婚的时候 我钱都是我伯父花的 1977年 王贤能还给家里寄了四万元人民币 叶家在村里建起了 让邻居们颇为羡慕的新房子 但是我们这个房子中 多年来伯父与叶家 一直有书信往来 从未间断 在1983年 思乡思亲心切的王贤能 终于辗转回到了国内 与分隔了五十多年的亲人们见了面 当时王贤能归国时 还带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这也让叶家成了全村第一个 拥有彩电的人家 1983年 政治改革开放的春天 叶家兄弟说 伯父与家人团聚后 马上到处了 想把事业转到国内 让家族后代经营的想法 准备之后 我们先立开一个汽车认识总公司 所以把大部分的租金调回来 伯父意外去世 银行却拒绝接受查询 漂洋过海数年奔波 合法继承究竟该如何认定 三千万的万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少小离家老大回啊 分别了五十年的叶家人 这下终于团聚了 据叶家兄妹说 1983年 伯父王贤能第一次回国那会儿 就到福州市的一家银行 存进了两千万美元 紧接着第二年 伯父再次回国 又在这家银行存进了一千万美元 这两次加一块 三千万美元 之后伯父王贤能就回到印尼 处理那边的生意 这边呢 叶家兄妹也安心的等着伯父 彻底回归在国内开创家族事业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伯父回到印尼之后 在生意的奔波当中 突然染病去世了 伯父孤身一人客死他乡 叶家人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和经济上的顶梁柱 那种悲痛可想而知 业家兄弟慢慢地从被动中缓解过来 想到了伯父留在国内银行的那笔存款 于是便去银行了解这笔存款的情况 银行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 让叶家兄弟感觉很兴奋 接下来的回答让叶家兄弟俩更加激动 钱还在银行里 叶家兄弟放下心来 可是当他们要求查询一下 伯父王贤能的账户里具体金额时 遭到了拒绝 银行的回答是 除非叶家兄弟能够证明 他们是王贤能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否则他们不能协助查询 我们对任何一个存款人 都负有一份严格的 为他保密的这样一个责任 说明他们法定的义务 所以这个义务 我们只能够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 向有权的机关 根据一定的程序我们来查询 也只能够向合法的继承人 来向他去披露 我要继承他的遗产 需要什么手续 就是继承公证 就这样一句话 还有你继承公证 一定要拿到护照来做 别说得到这笔存款了 叶家兄妹连查询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银行的做法 也是遵照相关的规定 那叶家兄妹可以去办理继承公证啊 问题又来了 想要办理继承公证 首先叶家兄妹得证明跟伯父的身份关系 并且还要提供伯父无配偶 无子女的这些证明 但这些证明材料得到印尼才能拿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因为我国跟印尼的外交关系比较紧张 叶家兄妹很难去印尼 除了等 他们没别的办法 伯父去世后的那几年 叶家兄弟除了忙着生计 也时常挂念着伯父留下的那笔存款 总要抽出时间跑到福州市的那家银行 打探一下 1990年7月 事情出现了转机 印尼外长访华期间 两国发表复交联合公报 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这个消息无疑给叶家带来了希望 可是要立即派人去印尼办理证明材料 无论经济还是人脉资源 对那时的叶家兄妹来说 都是很大难题 就这样又过去了十多年 终于在2002年5月 弟弟叶和全办好了签证 正式启程前往印尼 叶和全在印尼朋友的帮助下 认识了当地一位律师 并愿意为他办理材料 叶和全在印尼朋友的帮助下 只能通过律师帮我们查清楚了以后 在哪一个部门 他带着我一起 一个一个部门的办理 是这样的 虽然有律师帮忙 克服了诸多障碍 但对于叶和全来说 全部办好证明材料 也经历了重重困难 因为又到我博物的住所地 除那个当地的一个一个部门 办上来 办了然后还要经过 印尼人防疫中文 中文人然后又经过 印尼卫救部盖战了 然后再到我们中国大使馆来 去认识 历时近三个月 叶和全在印尼办好了 包括死亡证明书 不曾结婚证明书 家庭组织证明书在内的七份材料 回到了国内 叶家兄妹说 为了获得这些证明材料 他们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当时我本身家里差不多那个时候 有花十七八万 整整一米的执政 2003年2月 福建省福州市公证处 出具了继承权证明书 其中明确了被继承人 王贤能生前所已有的财产 依法应 从1987年到2003年 用了16年的时间 叶家兄妹费尽周折 终于拿到了继承公证 他们想 这下可以理直气壮的到银行 去申请继承伯父的存款了吧 但万万没想到 意外再次出现了 2003年3月 叶家人带着公证材料 来到了位于福州市 金泰路的这家银行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公证书拿出来来 就看了明天 向银行工作人员 递交了公证材料 叶家兄妹提出 领取伯父1983年和1984年 两次存款 共计3000万美元 可是银行的回答 却让叶家老小惊呆了 83年 2000美元 但是我们就闷了 变成3000了 全部都啥啊 都不知道 我怎么讲的 哪方式 不是3000万美元 而是3000美元 整整差了一万倍 这让叶家老小全蒙了 怎么回事 一定是银行搞错了 叶家老小的情绪 开始激动起来 他在反映就是 原来我博物村房的 原件村当地出 出来我们看 他还拒绝 还拒绝不让我们看 他还跟 有的我姐妹吵架啊 以为我们是无奈打劫的 你也不想想看 那个是什么地方 我们敢纳意 3000万跟3000 一字之差 差一万倍 叶家兄弟说 如果他们不确定 伯父在这家银行 有3000万存款 他们何必耗了 十几年的时间 去办证明材料呢 当然可能有人会想 到底存了多少钱 拿出那个存单元件 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而且一般存单元件 都在存款人的手里 叶家人 为什么非得向银行 去要这个存单元件呢 那是因为 王贤能当年的存款方式 很特殊 这件事情来讲 他们确实有比较特殊 它是属于华侨通信存款 也就是说 客户基因对银行的高度的性能 他委托他 去保管相关的存款的品质 银行方面解释 这种业务在整个银行业 都比较少见 是银行在当时那种特定时期 专门针对华侨设立的 存单由银行代为保管 存单是寄存在银行的 换句话说 只有银行手里有原始存单 现在也只有银行最清楚 王贤能当初有多少存款 那么 会不会是叶家后人记错了呢 他们到底依据什么 认定伯父有3000万美元存款的呢 1983年8月18号 地址在胡招式金泰银 我派我伯父一起去 所以我知道的比较清楚 叶和全说 那年他23岁 一切经过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有两位工作人员 接待了他和伯父 了解了办理方式后 伯父选择的是 一年定期存款 叶和全说 伯父咨询清楚后 便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 离开了营业大厅 叶和全说 办理完存款手续 他当时还特意看了一下 存单上的具体数额 叶家人说 正是有了叶和全的亲眼所见和描述 叶家人才坚信 伯父王贤能 在银行的存款数目 绝对不止三千美元 但是银行给出的答复 始终是存款只有三千美元 当时可能是这个科目的总管 记得呢 他说是个女的 他说钱存在着真 不会冲 他说每年都有账目来往 那当时那个总网人员给我讲 如果不是再不相信 找司法前进 提到走司法程序 叶家人又犯难了 如果起诉主张三千万美元 无疑要面临一笔巨额的诉讼费 之前为了拿证明材料 已经花费了几十万元 要是打官司再输了 那就损失更大了 怎么办 赶紧请律师 律师给告诉我们 如果说直接告三千万美元 全部取出来的话 我们拿的诉讼费很贵 所以说先提三千万美元 本金先提五百次来 律师的建议让叶家人很满意 一来可以确认 他们合法继承人身份 二来也可以借助司法诉讼 明确不付存款的确切数额 2010年10月 叶家人将银行 告上了福州市古楼区法院 法院从银行调取了 两张存款单复印件 显示王贤能名下 共有两笔存款 分别是1983年8月18日 1984年9月3日存入的 与叶家提供的时间基本吻合 但是金额并非是三千万美元 2011年11月 法院审理后 确认王贤能的银行存款为 3123.75美元 一审判决 银行先行对付部分存款本金 500美元 叶家人不服一审判决 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11年8月 福州市中院 以一审法院认定存款金额的 依据不足等理由 将案件发回重审 案件发回重审 这下叶家人似乎又看到了 光明的前景 可是事情后来的发展 让叶家人始料未及 案件发回后 古楼区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法院认为 被继承人 王贤能属于印度尼西亚公民 其在银行存款的遗产继承 属于动产继承 应是用 王贤能最后住所地 及印度尼西亚法律 确定继承关系 公证处为叶家人做出的 继承权公证书 适用法律错误 叶家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2014年5月4日 古楼区法院依法作出裁定 驳回叶家人的起诉 叶和全等人不服一审裁定 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6年2月25日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一审裁定正确应与维持 如果公证书确定它有继承权的话 那么这个公证书 就可以作为一个取款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但是目前这个原告 也是我们的上属人 所持有的这个公证书 还不具有这个功能 因为它的这个公证书 才明确了 只是作为查询数额之用 所以说的这个公证书 还不足以证明它是继承权人 继承权人 在长达六年的诉讼期间 当地媒体不断关注这起案件 存款究竟是三千美元 还是三千万美元 也成为当地居民的热点话题 有人也质疑过 如果像叶和全所说 当时存款的时候 只有他与伯父两个人 那么三千万美元现金 恐怕连抬都抬不动 银行方面回应 历史上 美国并未发行百万面额的钞票 至于叶家所诉的 三千万美元的存款 认为根本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我们也查询了相关的这个资料 1983年的时候 整个福州地区的个人外汇存款 注意这里头是外汇存款 不仅仅是美元 还包括了当时可以出存款的 其他的外汇都折美元 总共才79万美元 据我们了解 当时全省的个人外汇存款 这美元才三百多万 所以相比较 79万美元跟3000万美元 这个确实是可以说是停满业台 今天我们演目视请到的嘉宾 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方志平老师 欢迎黄老师 法院驳回叶家兄弟起诉的这个理由 是怎么理解呢 因为是这样的 他这个案子的话 是一个涉外的遗产的继承纠 根据我们的继承法 36条和民法通责的 149条的规定 那么动产的这种涉外的继承的话 是要适用被继承人 生前住属地的法律 老人生前的这个 在我们国家银行的这个存款 它属于动产 所以的话继承的话 应当要适用 印度尼西亚的 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就哪怕这个钱是在中国 也要适用印尼的法律 对 那个法院最后是裁定 驳回起诉 而不是判决 驳回你的送请求 这不一样 裁定驳回起诉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根据你现有的证据和事实 我就不再审理了 终止程序 那么如果你好头 你能够提供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 那么你还可以再提起诉讼 就是这不违反 一事不在理的原则 如果说你根据印尼的相关的 继承法的规定 叶家兄妹有继承的权利 那么法院人还可以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 其实我估计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 就是那钱到底是多少钱 到底是三千美元 还是三千万美元 你真正取出来不就行了吗 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现在取不出来 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取出来呢 他们现在的办法 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办法 就是说他必须再重新 再提供新的事实 然后再提起诉讼 而这个新的事实的话 就是要去查找 查明印尼 关于印度尼西亚 关于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他们的兄妹 有没有这样一个继承的权利 如果有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继承 那么至于他这个银行里面的那个金额 他到底是三千万 还是三千美金 这个金额的话 也是应该是由法庭 他会去对这个事实进行调查 那么可以调取银行当时的 那个存档的记录 那么他是可以查清楚了 那为什么去找到 印尼的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这是业家兄妹的义务 而不是法院的责任呢 对 这就涉及到一个 民事诉讼当中的一个理论 那么这个查明的义务 到底是由谁来承担 那么对吧 在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当中 没有直接明确的一个规定 但是可以参照 那么民事诉讼当中的原理 就认为在这个 适用外国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把外国的那个法 把它视为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事实的话 应该是由当事人自己 来去证明它 所以的话 那就意味着 业家兄妹后头的话 他就需要干嘛呢 他需要把印尼的那个 那个基层法的相关规定 你把它拿过来提交到法院 而且还要翻译 让法官看到 这样的话 法官最后再来断案 来决定这个银行的存款 如何来在他们这个业家兄妹 之间来进行遗产的分割 业家人遇到的这个困境啊 还不是个例 目前沉淀在各家银行的 这类存款呢 被俗称为是无主存款 其实应当说是有主的 只不过有各种各样的 特殊的情况 大多数银行的做法呢 如果这类存款 一直没有人来主张权利 这存款就会一直 被保留在账户当中 本案当中究竟是三千美元 还是三千万美元 还需要进一步依法确定 不过 业家人的经历 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我们那些上年纪的老年人 提个醒 您是否需要 及时的向值得托付的后人 明示一下 自己在各个银行的存款情况 或者您留一份遗嘱明确说明 总之 别因为忽略了或者粗心 让一些财产成了 躺在银行里的永久存款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方老师 参与我们眼眸社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